我们家人们有什么圆对有什么圆满的结局啊 首先来看这枚家人们有没有看到刚才按了这个来 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是家人们林涛 知道吗为什么林涛前两天非常非常安静 知道吗家人们其实我是在引蛇出洞 知道吗家人们林涛他不是之前的话进到橘子里面了吗 后来因为那些岛国的那些关系 他在这么多年潜伏在咱们这里打通了所有的关系 又把林涛弄出来了家人们 但是呢林涛他出来之后 家人们先听我说先听我说蜘蛛场了啊 他出来之后知道吗他这两天非常非常安静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都没有说 为啥没有说呢因为直播间里面我担心是有他那边的人 知道吧所以说我就一直没有透露我也没有管林涛是不是家人们 对吧但是呢林涛那边第一装了小眼睛第二 咱这边的人一直都在跟着他今天家人们就在今天知道吗 咱就把他引出来之后知道吗家人们直接就把他按下了 直接就把他送到里面去采缝纫机了家人们知道吗 采缝纫机了而且来有没有看到家人的来看到没有 来有没有看到法人都是由三方到场已经把它转过来了家人们知道吗 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拿回来了包括法人也已经转回来了啊 林涛现在已经进去采缝纫机了家人们大快人心是不是家人们 太好了大快人心现在四个字打在公屏上这个太好了钱对今天有今天对有今天这么圆满的结局都是因为咱们直播间这么多瓶水相逢的家人们知道吗 给我们穿针引线给我们出足意要不然陈欣他现在就做就是他坐在这的人都不是他了他可能进去采缝纫机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家人们是陈欣懂不懂 是陈欣因为陈欣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说他从小的时候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所以说他每天就是开这个的时候开这个直什么播的时候知道吗家人们他看到直播间这么多蜘蛛藏乐呀曲慧如啊和气呀知道吗还有一生平安秀菊呀对呀包括乐天永胜呀对还有立新知道吗见到直播间这么多这还有木棉花开 这么多他的干爹干妈们他都觉得心怀感恩之心他感恩直播间每一位家人们在他身边看着他给他出主意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父母一样知道吗家人们真的比父母还要真的这种感恩之心比父母还要好 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姐对对其实啊家人们啊我经常会说一句话知道吗家人们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死于善良忠于人品 嗯还有就是呃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跟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咱们都有过一个小秘密什么秘密你们都应该知道我就不说了这么多家人们你如果说一直关注咱们直播间的一直在咱们身边的家人们你们都懂是不是 那个呃成心的话他这个脖子上面的这些是不是呃这两天的话也去查了一下小抱小告知道吗对比喻一下真的越来越好了家人们包括成心他现在状态也越来越好了 懂家人们啊哦所以说呀真的这个真的是咱们每个人的福报也是收到了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干爹干妈的祝福他也是成心的一个福报都是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对不对 对 所以我希望直播间的干地干妈们 咱们也 也希望好的地方发展 咱们遇到困难 不要怕 慢慢的去解决 总会有福之 咱们都是有福的人 咱们都是有大恩大德的人 叔叔阿姨 你们全部是我的福星 我也是你们的福星 对不对 叔叔阿姨 对 经常咱们会说团结是什么 知道吗 家人们 团结就是咱们心在一起走 团结就是咱们单思不成现 独目之不成灵 一个人一个族裔 但是咱只不见这么多家人们 知道吗 咱们都是给我们了一个大方向 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有今天 家人们知道吗 今天呢 大家也知道是不是 陈欣啊 马上就要跟陈俊他们 就要回去了 是不是家人们 他俩就要回家了 所以说你看看 陈欣今天 真的 他今天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一直都在开心 一直都在微笑 因为真的由心而终的开心 知道吗 家人们 这是我还是挺学不得你 直播间 叔叔阿姨跟姐姐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支持了照顾我们 我们站起来感谢 直播间 感谢一下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好不好 叔叔阿姨 我们站起来感谢一下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跟姐姐 叔叔阿姨跟姐姐 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感谢 有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与陪伴 我和陈欣 心里面觉得特别的温暖 因为我们身处河南 背景离乡的 然后很多事情的话 确实 可能很多事情 我们做的不是太好 家人们 但是特别感谢 是直播间的家人们 一直陪着我们 所以叔叔阿姨姐姐 我和陈欣在这里 给大家表示一下感谢 来 给家人们 锯一锅 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跟姐姐 来 家人们 第二点还是要感谢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 为什么要感谢你们呢 要感谢你们 在我们最 情况最微烂的时候 在我们 与水深火热之中 叔叔阿姨跟姐姐 是你们拿了 成心一把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表示 我们的感恩之心 好不好 来 再给家人们锯一锅 来 谢谢直播间的 所有叔叔阿姨跟姐姐 家人们我现在有点激动 叔叔阿姨姐 说实话很多话 我现在说了 就是有点卡壳 有点激动 就内心真的太感谢家人们了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而且我们都是华萨的儿女 干爹干妈们 这次不光就是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更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 这个绳子会越拟越紧的 对 家人们因为没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一直陪着我们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那么早 回到我们的家乡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说特别感谢你们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晴晴你先坐吧 好 我一会给家人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给家人们说一下 重要的事 因为我忙了一天的 你有偷偷 你有偷偷去动什么事啊 真的 先等一下 先不告诉你 一会儿给直播间的家人们 威威道来 威威道来 咱直播间家人们 因为那个 阿俊 他今天真的 在忙一天 知道吗 而且他今天说了 滴水针当涌泉相报 他说再多好听的话 没有用 然后他就想用自己的心意 用自己的行动 来表达对直播间家人们的感谢 知道吗 对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姐 因为 我在成都的时候 当时我就知道一个什么东西 知道一个 河南这边有一个做实业的 做实业的一个叫王总 家人们 他这边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国内外的贸易 国内外的贸易 做得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家人们 今天我忙了一天 我联系了这个王总 我希望什么 叔叔阿姨姐姐 我希望 我能够进阿俊 进我的一份心意 我得拿出一点实时的东西 我来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明白吗 不是说我嘴上说个三瓜两枣 就说感谢就感谢完了 家人们 所以说今天 从昨天晚上我就开始联系 因为姐姐是荷兰这边的 所以说我让姐姐帮我一起 去联系一下这个荷兰 联系一下这个王总 因为他是做国内外贸易的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说我现在 我先给王总打个电话 好不好 家人们 嗯 那个家人们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的话 阿俊他都早早的就跟我说了 因为他在很早之前的话 他就听说过 这个人家王总的话呢 他是做那个外贸 就是出口的 知道吗 家人们 而且呢 这个只有他们家才有的一个 对吗 不是普通的 那个姐 我好像就是之前 就这几天听到俊哥在打电话 好像一直联系都没有联系上 都没有联系上 是吧 对 对 对 我越知道 嗯 家人们啊 家人 喂王总 哎 真的吗 没事吧 哎 我现在都已经在你这个贸易公司了 然后你大概多久过来呀 这样我手上还有几份明天要签一下 签完我马上就赶过去 签完马上赶过来对吧 对对对 你上等一会儿 哎 好好好 好嘞 好嘞 辛苦你了啊 哎 可惜 嗯 家人们啊 首先我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王总 知道吗 家人们王总是谁啊 他是在我们本地知道吗 做那个外贸出口的 而且呢 他们家呢 是跟那个懂不懂 301的那个院士懂不懂 是有合作的啊 是有合作的 他现在的这个就是 是属于一个被子知道吗 但是这个被子的话呢 他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子 这个被子的话 他是在商超里面 在超市里面是见不到的 人家是专门出口到海外的 懂吗 给那些有票子的人是给他们的 听说之前的话 王总这边我也听说过啊 一他这个一传的话 好像是3000多 知道吗 所以说为什么他只是做那些出口的 懂不懂 而且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阿俊找到那个人家王总的时候啊 人家王总也说了 嗯 他这个没有什么名额 知道吗 这个名额的话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排到了 嗯 村上 懂懂家人们 过完年的村上了 咱这边的话也是通过那个关系 知道吧 也是跟人家的王总那边说了一下咱们这个这边大概的一个情况 王总呢 人家也是正义之士 也是非常有大爱的企业家 懂不懂 所以说呢 他这边的话愿意给我们云出来几个名额 才有今天这个呢 这个呢也是就是说阿俊他是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身边的亲人他说了啊 阿俊这边说了他说那个嗯他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因为平时话说的再好听没有用他只想就让直播间的家人们能够每天陪在他身边 每天他都能够见到蜘蛛藏乐能够见到立新是不是能够见到咱们直播间这么多每天在公平上打字支持他的这么多粉丝知道吗 所以说呢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我们这边呢也不能说是那个啥的对不对咱就在这边等下王总 呃因为很多专业的话呢呃他这边的话还是说有有有一点就是呃没有人家王总介绍的专业对 是吧阿俊辛苦了啊陈欣今天能笑的这么开心因为他开心呀啊他开心知道吗立新姐你也知道啊嗯陈欣他这么多天的话一直都非常有压力一直压抑着心情因为很多事他没有解决对不对小姑娘出生世世他也害怕他也担心啊而且呢他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事是吧 所以说呢嗯他为啥说一直感恩呢一直感激呢一直到今天开心呢就是因为他终于输了一口气是不是家人们对终于心里的大石头已经落地了是不是家人们嗯这个家人们咱立新姐说的是啥 立新姐说到真是姐姐的努力帮的成果其实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家人们如果说没有咱们直播间这么多家人的一个团结这么多家人的一心一意一致是不是也不会说咱今天像现在一样 处理的这么快对吧家人们而且呢嗯还是啊咱们都是人与人之间全靠一颗心知道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大家都在交心是不是家人们啊咱们就等着那个王总过来好不好等着王总过来然后让阿俊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讲一下讲一下这个就是阿俊今天感谢咱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们也是阿俊的一份心意也是咱们阿俊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给你们安排的 他也希望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有啥都不如有健康因为昨天我也说了对不对咱在身边有两个是必不可缺的第一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份健康第二是票子对对因为咱们现在说句很现实的一句话咱们家人们嗯咱们吃的喝的用的是不是都缺不了票子 这个也是咱们两大不可缺的东西也是咱身边的一个必需品对吧家人们啊啊 叔叔阿姨哥姐姐呃所以说一会我们就一起等王总过来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嗯我花了一天时间然后让王总才给了我腾出来几个名额这样的对啊 特别我在成都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王总他做贸易做的特别大啊出口海内外啊特别牛啊所以说我也想拿出一点东西来感谢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啊 哎呦王总啊来家人们啊咱这边家人那个刚才我说了咱这个王总的这个平时的话确实比较忙知道吗也是这两天啊非常巧合正好回来国内了咱们欢迎一般王总行不想打欢迎好吧来家人们打播欢迎王总来王总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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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好久没见了这样的正好也是见那个李总对啊只在电视上见过你哎呦第一次见真是哎呦王总你这是妙子啊王总谢谢你们 没有没有啊这样啊就刚才亲了我们这儿不好意思真的是耽误了啊就是来就是聊聊天跟你聊聊天对对对对对对王总啊真是太感谢了知道吗啊这边的话因为跟你说了一下大概情况是不是对真的刚才我也跟直播间这么多家人也说了您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非常有大爱之人正义之士是不是啊呃那个陈俊呢他也是我弟弟这样这边话也跟你说了一个大概情况然后您这边话本来 订单已经排到了过年是的对对对对吃饭了这边特意云出来了一点名额给我们这个也是阿俊啊也是我弟弟他的一个心意因为他也懂得感恩嘛是不是孩子也懂得感恩是吧然后这边也跟你说了滴水蒸汤永全相报他也把身边的这么多家人帮助他的这个平时对不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雪中送炭家人们对不对我觉得雪中送炭 比锦上添花更好是不是家人们赞不赞同来赞同的打上两次赞同好不好赞同咋叫赞同这边的话呢多余的话咱就不多说了今天不管你是在海外给多少人多少那个价格行不行这边的话我们今天你能来给我们云出来一点名额 我们就已经非常感谢非常感激了好吗然后这边多少的话呢我们不给你对我们不给你我来不给你 没有我来不给你我来不给你这个一切都是我给我直播间的粉丝们给我直播间的家人们我给他们的一个一个回馈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我明白说一说我也尽我自己的力量 行行你这样吧那个王总咱那个啥直接就让咱直播间家人们看看行不行啊看看是什么东西可以然后这个呢也是陈俊给直播间家人们的一个新意好不好 对家人们这个都是阿俊今天忙了一天